性胆辣妹只是接了个电话 就引得无数老色批回头偷瞄她的翘臀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却成为了一对情侣打赌的赌注 然而就在这世隔壁的小胡子 无意中听到他们的赌注也掺和了进来 此时的她还浑然不知 自己已经逐渐陷入了一场被设计好的圈套 尽管这局令胡子哥输掉了十枚刀 但这却激起了她的胜负欲 甚至要求将堵住上升至一千枚刀 压场上的哪支球队会率先犯规 然而安东尼像是明知结果一般 没有丝毫犹豫的就压下了白队 随着球场上的一轮比赛开始 果真如安东尼所压的一样 白队率先犯规 没想到输掉一千枚刀的小胡子 非但没有恼怒反而更加上头 甚至将堵住再次暴增至五千枚刀 猜猜场上接下来开球后 究竟是带球还是传球 面对送上来的钱那有不收的道理 安东尼想都没想就压下球员将会传球 怎料接下来他就傻眼了 开场后球员竟与他所想的不一样 选择带着球跑 这下子 安东尼瞬间输掉了五千枚刀 好在他还算是理智打算及时止损 但被激起胜负欲的小胡子 想要再来最后一把 猜猜看罚球时是否会被对手难下 起初安东尼还想婉拒掉这场赌约 没曾想小胡子的话 竟无意中挑起了他的好胜心 安东尼本还想灭灭小胡子的威风 可场上的球员却没给他这个机会 仅仅几分钟的时间 安东尼就损失了一万五千枚刀 这令本还想走的他也瞬间失去了理智 甚至直接下注五万 就看开球后究竟是带球还是传球 打算连本带力的扳回一局 然而幸运女神的天庭似乎更倾向于小胡子 安东尼再次输掉了赌局 可他非但没有就此打中 反而是彻底陷了进去 一百万 一百万 对 你还没有一百万 对 我还没有 双方都掏出了十万美刀作为筹码 压住白队接下来是否能顺利接到传来的球 而安东尼则一口咬定肯定不能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 白队的球员竟再次令他失望 一旁的女友眼见他如此不计后果 正打算带着剩下的钱悄悄离开阵 怎料安东尼一把将女友拦了下来 紧接将剩下的一百一十万美刀 作为筹码缩哈在了下一把赌注上 甚至用最简单的扑克笔大小的方式 看看幸运女神究竟更亲爱于谁 然而安东尼的这番举动令小胡子感到前所未有的刺激 于是他很爽快的就给答应了下来 可看到牌的那一刻他却傻眼了 起初安东尼看到小胡子只有五点十 还在得意的嘲笑对手 但等他拿起手牌时却愣在了原地 没想到他尽倒霉到能抽到比五还小的三 这下子仅仅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安东尼整整亏掉了上百万资产 然而正当他灰溜溜的准备离开时 却遭到了小胡子的出言嘲讽 恼羞成怒的安东尼立马回过头来 直接下注两百万美刀打算搬回一局 可小胡子也不傻 起初他根本没打算接下安东尼的赌约 不过等他听到这像是送钱一般的规则后 当即就改变了想法 而规则就是小胡子记下一名球员的号码 随后让女友找出这名球员 如此刺激的玩法小胡子立马就来了兴趣 他拿着望远镜惊挑戏选半天 最终选到了一个对手绝对想得到的号码 紧接轮到女友出场 一开始他还不愿配合男友这般冲动的果局 可事已至此他也只能破罐子破摔 然而等女友来到窗边去猛然发现 自己的朋友竟混入了球队当中 因此他想也没想 当即就选择了朋友的55号 没想到女友似乎受到了幸运女神的亲爱 小胡子竟也选了55号球员 在场的人纷纷惊叹女友的运气 此时只要点点小爱心 并在评论区留下龙年大吉 她的运气必将降临在你的身上 同时保佑大家家庭美满幸福安康 2024年行大运发大财 然而意犹未尽的小胡子 很爽快地献上了200万美楼 殊不知正是她如此豪爽的态度 才会被安东尼所盯上 其实她看似偶然选择的55号 事实上却是必然的结果 从早上小胡子离开酒店的那一刻 安东尼就在她的潜意识内疯狂灌输55号 尽管她没有注意 但55的数字随处可见 连门童胸前的胸针都是55的数字 不仅如此 就连他们的好友胖子 也会不断地出现在小胡子的视野当中 甚至在球场上所播放的歌曲中 也包含了124个5字的发音 虽然她未必有认真听到 但在耳边余音绕梁久而久之 5这个数字早已潜移默化地在她的脑海 然而等赌局开始 看到胖子身穿55号球服 尽管她对此毫不知情 但心底里的声音 令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55号 因此小胡子输掉这场赌局 早已是必然的结果